小心 更恐懼 更沉迷 我們究竟 在做完幸福路上的時候 就一直想要挑戰一個 完全不一樣的題材 偶然間讀到了一則關於 日本平成獨父 木倒家苗的故事 她是一個中年女子 但是卻有大批的男性 不管有錢沒錢都對她進貢 所以她過了非常非常奢華的日子 然後跟她交往過的男子裡頭 有好幾個都是燒炭自殺的 三條人命都跟你有關 你怎麼說 我沒有殺任何人 絕對不會有什麼證據的 木倒家苗的案子因為她的外型 所以在日本受到很大的注目之外 其實她有非常多的粉絲 其中絕大部分粉絲其實是女性 所以可見她的發言跟價值觀 是受到很多女性的認同的 我就開始研究這個案子 然後就慢慢的產生了 現在這個電影腳本的想法 我拿了錢 你為什麼要殺人 你這個證人 到底愛跟錢跟家務勞動 女性的溫柔有什麼關聯 第一次見面的時候啊 就跟她睡 之後她就離不開你了 我覺得導演給我們非常多的空間 但同時她的腦袋裡面有一個樣子 就是 好帥喔 就是這樣 我又不能上演 不是這樣 是 是 精靈是這個感覺 幫我來說小孩 很清楚的導演 她已經知道她要怎麼剪接了 你剛剛讓她很清楚 然後如果 然後如果 MG了就MG了 我們才給我剪接 結婚 你們兩位沒有認識很久吧 覺得人本來就是一種複雜的動物 我作為一個創作者 我更希望 我可以把人性的複雜面表達出來 我希望剛剛在看的時候 不管是緊張或害怕 或是覺得恐怖 只要有情緒上的效果 都是一種娛樂 大家一定要進戲院收看喔